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有个超级的突发大新闻 香港01就说 引述独家消息 黄青霞 即李隆基的女朋友 被入境处扣留 原因就是在香港月期居留 其实这件事单单只是这句说话 暂时未有更多内情出来 都可以看到 原来这件事很多事情不对路 之前有说专裁下来的黄青霞 似乎已经是间接地被官方踢爆他 这件事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推理 为什么会月期居留 为什么你知道自己月期居留 你又不去处理他 当中究竟跟之前一些 去踢爆黄青霞事件的东西 会不会有关联呢 当然这样问其实就自问自答 一定有关联的 藉着这些资讯 其实跟大家慢慢去推理 已经可以发现 有很多的方言 是可以扣在一起的了 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最后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准仔 还有记得按随后的钟仔 那我们本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根据《香港01》了解 因为今次是《香港01》第一个出来说的 其他媒体就执她在口上尾 而且这些被入境处扣留的 当然要开人部社个朵保护自己 藝人李隆基未婚妻王清霞涉嫌在香港月期居留 正在被入境署扣查 據了解他並沒有公開展示過自己的香港身份證 之前又說自己是專才入境 那你哪有可能專才入境現在又說月期居留 是不是政府玩東西王清霞 不過當然他現在回應不了 因為他被入境署扣留 還有你既然是專才 也要說你有大學學位才行 那究竟他的大學學位真是假 其實到現在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特別是說之前和香港01老有鬼鬼 但是自從得罪了香港01之後 香港01就將王清霞的學歷逐一去查證 例如其中在美國飛行學校 明確是表示並沒有王清霞任何紀錄 或者會採取法律行動 這裡是一個復不理 這個放到後面會有其他東西可以勾回頭 另外北京航空的航天大學教職員也說 沒有啊!我們這個EMBA課程已經停辦了 對王清霞也沒有印象 另外史丹福大學證書王清霞改口是短期課程 並且承認國務院的國家科技進步長 證書是改圖 另外真正獲獎者表示不認識王清霞 根據香港法例的入境條例第115章第41條 任何人違反對他有效的逗留條件 即屬犯法 經過定罪後最高可以被判罰5萬元港幣 以及監禁兩年 其實為何王清霞會被人捉呢? 以及究竟他是月期居留了多久呢? 例如說 究竟他是月期居留了一個星期 還是月期居留了一年呢? 這些都有很大不同 不過暫時未有資料 有些人極度陰謀論地說 是不是李隆基打電話舉報呢? 然後他們拿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 就說 好像有些人聘請黑工去做事 然後臨近出糧的時候 就自己報入境處 把黑工拘捕了 不過 我沒有需要幫李隆基說話 不過也要還個公道給李隆基 我是覺得李隆基是不需要暗地裏去做這些那麼陰濕的行為 因為當王清霞這件事鬧到那麼火紅火綠的時候 很多人都就著王清霞的專才身份是有懷疑的 即是就算是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有很多連登仔 甚至乎我相信連登仔以外的人 都不斷寫電郵去舉報王清霞的身份 不過當時大家所質疑的 就不是說他是不是專才入境 而是說因為他承認了他是專才 所以大家轉頭就覺得 他的專才學歷究竟是不是有問題 當然了 究竟他是不是專才 他專才用哪間大學來報呢 這些如果不涉及違法行為 入境處未進行執法行動的話 入境處是沒有資格去說的 因為這樣等於爆人私隱出來 但現在是因為月期居留而被人扣留調查的話 按常理 常理 即是很大機會推斷就是 會不會是商情證來港人士呢 因為商情證的話 是寫了一個時限 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要回到內地一路續簽 然後每三個月就可以下來香港 每三個月下來香港 好啦 其實中間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正常你是不是月期居留呢 其實你不能裝傻裝蒙的 即是我們就說不知道他怎樣下來香港 但他本人沒理由不知道他怎樣下來香港 對吧 所以他心裡一定會記住 究竟什麼時候要回去續簽 什麼時候要離開香港 如果不是犯法 這些東西一定會記在心中 即是你不要說究竟原來遲了留在香港就是犯法 有時候我們身份證什麼時候過期 你經常要回到內地 你回鄉證什麼時候要續簽這些 你自己都會記住 對吧 因為你不想犯法 你亦都不想就是 偶爾回上去的時候卡在那裡 整天時間等於沒有了 所以你說 居然會月期居留 其實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 當然你說坊間多不多人月期居留呢 有時候時辰早新聞和大家分享一些黑工 又或者在香港可能是從事一些不道德工作的人 他們是會有這種狀況 但大家要知道 他們那種狀況是因為人家是生活所迫 他想賺錢 所以他要躲在香港去做事 然後博人捕捉不到自己去賺錢 但黃青霞他不是這個地步 他不是說有一個很必要的因素一定要留在香港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這裡真是一個極大的問號 還有 也有些人說 如果你一早和李隆基結婚 就可以名正言順拿身份證 到時候說你專才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你和基哥結婚 都可以永久留在香港 這裡有一個推論 因為之前黃青霞又在美國那裡 又不知怎樣 又說美國開公司 又說問人借錢 接著呢 借錢那個人又去別人的網台 不斷在那裡分享 會不會就是說 其實黃青霞是擁有美國的綠卡 而令到他就是說 結婚那件事 他不可以去拿自己的證件出來 所以就一拖再拖 我這裡不是說什麼外國人 不可以過來香港結婚 而是說結婚這件事 就是你要拿完你的身份證明文件 那麼李隆基也要拿他身份證出來 在入境處職員 不是入境處 什麼婚姻辦事處職員的見證之下 一起去搞這些 如果你曾經在自己身份上說過謊 去到真的結婚的那時候 你醜婦終須見家用 那你的文件真的拿不到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為什麼 明明他們在19年還是什麼時候 就已經相識的時候 但是來到2024年 都還未正式簽子結婚呢 所以這件事有機會就是 連基哥自己都蒙在鼓裡 當然他們每次延遲結婚 都會有很多的理由 例如說是白事 又或者我還未準備好 又或者是說 因為我那段時間小產 所以沒有心情去結婚 那這些可以說是理由 也可以說是藉口 會不會就是根本連一些 身份證明文件 不會是造假的 不過拿出來的時候 那些謊言就會穿 所以有些事情 你又不想說 承認自己是一個騙人的人 暫時有些事情 拖得就拖 那現在 其實我們也是等著 入境處扣留完人之後 那麼大件事 就一定會開記招去交代案情 到時就不是說 爆黃青霞的私隱出來 因為是叫做 去公開交代一宗案件裡面的案情 如果最後黃青霞在裡面要坐的話 那就真的不得了 因為很少可就是說 會有娛樂新聞 罵一下罵一下 是罵到人家要坐牢的地步 因為通常 你娛樂新聞 你一些醜聞 你最多罵到一個人變過街老鼠 你最多罵到一個人 以後不能出來賺錢 很少很少東西 是可以由我們吵架 然後可以罵到要人坐牢 最後也是這樣說 官方出手就無所遁形 我自己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開不開名呢? 開名吧 因為不是說壞話 無良軍師的台 他找得很厲害 那種細節程度真的不得了 我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不是說他沒有影響力 有的 但始終是及不上官方認證 因為官方認證最為致命 另外 我自己也還有一個推理一個估算 其實也挺好笑的 李龍基就說 黃青霞就在內地 好像佛山那裡是什麼名門望族 然後也說自己見過他們的家人 然後透過相處溝通才說服到 你們把女兒交給我 其實如果一個人真的在佛山擁有自己家族 有頭家 有幾個單位的話 佛山跟香港不是很遠 其實更不理由月期居留 你上去搞簽證 順便見一下父母 這些很正常 甚至乎說 做都做慣了 大把香港人佛山沒有頭家 又是說 每兩個星期翻上去一次 每個月翻上去一次 又是這樣 好了 接著再到一個關鍵 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到他寧願選擇月期居留 都不回到內地呢? 這件事我是覺得 很有可能是跟他之前被人踢爆的事情有關 因為一個正常人來說 好人好者 怎會回不了內地呢? 當然除了19年有部分出名的人除外 但黃青霞不是嘛 那究竟會不會是跟國務院文件有關呢? 因為之後就被人踢爆了 你的國務院文件有問題的 你自己找人做 但你有國務院的印在那裡 因為大家要知道 當你偽造國家文件 還要有官印在那裡 是一件很大件事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令到他... 他當然不會知道 國家的公安機關怎樣去查案 幫他開了檔案沒有 但是怕的嘛 怕就不回內地 不回內地 寧願月期居留 博香港政府不知道 其實對於那些不太出名的人 有時候入境處、勞工處 真的要抓到一個黑工本人去查一下他 才知道他是不是月期居留 但黃青霞你這麼出名 全世界想找你用什麼呢? 難道你說我黃青霞現在就東躲西藏 在尖沙咀租監賓館 然後再去太子租監劏房那裡躲下 他不會的嘛 所以現在黃青霞的處境 其實可能也很嚴重的 第一件事 你香港入境處那件事 要不要坐牢呢? 就算不用也好 一定要上法庭 到時候又要打官司 可能更加多的案情 就會在裏面披露了 假設如果要坐牢的話 通常這些坐牢之後 就會將他 不知道是叫引渡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將他送回內地 如果他被人送回內地的時候 好了 其實黃青霞這件事 已經不是香港的娛樂新聞這麼簡單 是說內地、馬來西亞、台灣 很多只要你懂中文字的國家的網民 都會有人去吃花生 所以這次這盤花生 有去吃過的人 真的隨時超過七百萬人 你想想 七百萬人當中 如果有幾十個熱心內地網民 走去內地的舉報網站 自己搜集證據 打完小文章 跟內地官方說 這個黃青霞女子 她公開了一份國務院文件 我們就覺得有問題 還望執法部門去研究一下 你想想會不會有這些人存在 我覺得一定有 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小人物 根本沒有人認識你 都可能會有人舉報你 每個人都會有仇家 或者都會有人不喜歡自己 更何況你黃青霞這件事 真是壞點說 稱呼人少得罪人多 所以你說多不多 內地網民自發去做這件事 還有你一顯送回到內地的時候 內地要去抓個人很簡單 現在科技這麼先進 這麼多電子行蹤 內地的鏡頭有了人念識別 除非你說你黃青霞能夠 說得切就闖進去一個 秒無人煙的深山躲避 如果不是的 你正常常要去租賓館 那些東西一定被人抓 現在內地訂房都要確定你的身份證 你不要說什麼酒店那些 內地好像是去網巴都要登記身份證 好像我們這些沒有的 那就記錄將回鄉證 所以黃青霞是嚴重的 她隨時說香港就來一棍 然後到內地再來多一棍 而且內地的棍不僅是國務院的文件 還有那個北京航空學校 之前香港01去進行調查的時候 人家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正在放假 這件事過多幾天 內地的春節假期都放了 到其實查一查的時候 似乎有學校就盜用了 北京航空學校的名字 你想想人家裡面的黨委書記 諸如此類的 他去跟公安機關報定案 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因為這些對於人家來說 人家不是有心想煮黃青霞 而是說他們知道真的發生了一件事 所以他們的職責所在 他們要去避案 他們要去交資料 是很正常的 就算你說黃青霞離開中國也好 首先 你說他會不會還有機會 是直接可以搭飛機離開香港呢 感覺上就沒什麼這個機會 但哪怕他去到美國也好 香港01已經幫你打點了 已經幫你去問了美國的學校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件事 人家也說想採取法律行動 會不會到時他的機器飛到美國之後 然後他就在海關那裡 就已經被人扣起了 然後就進行調查 就說 喂不是喔 原來你之前牽涉到這些事的喔 然後在海關小黑屋那裡 要摩就被人趕走 要摩就是直接再送到美國那裡 又不知要坐多少車子啊 所以黃青霞這件事 你用常理去推斷 他真的很多地方都好像去不了 香港他不會說不留得在那裡 如果坐完之後 李隆基肯跟他結婚的話就是了 但是當你發生了那麼大件事 你以前有那些民事糾紛 你以前有那些 我們互相在那裡鬧嘴炮 你說我假 我又說你假 那些大家都可以當憤不自抹 但去到刑事的程度的話 會不會影響了他們之間的感情呢 例如說 當真的要坐牢的時候 李隆基又會不會對這段感情失望 因為畢竟就叫做長島就眾人推 就算你說將來肯跟你結婚 但你有沒有這個面子繼續留在香港呢 假設他可能因為情感原因 又或者李隆基不跟他結婚 根本不留在香港的話 究竟他還可以去哪裏呢 內地又不太行 即他也未必夠膽 好了 美國又未必可以 會不會到最後 只剩下那些 例如說泰國 曼谷 緬甸 柬埔寨 那些 但大家要知道 之前那個晚安小雞事件 柬埔寨 如果你有亂說話做錯話 特別他都已經算半個網紅的情況之下 在裡面坐的話 很恐怖的喔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今次這件事是叫做黃清霞事件的完結 如果你單純以食花生去看的話 可能是完結 但是呢 對於黃清霞本人來說 他的災難才剛開始 還有你想想 為什麼記者要趁著這段時間出新聞呢 就是因為知道黃清霞被扣押 就是知道他隨時不會再有機會 去接觸到社會大眾 即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其實拉得人來說 都是說他們有證據才去抓的 那會不會就是 其實我拉得你 循例落完口供之後 就已經可以直接把你告上法庭 那如果直接把你告上法庭的話 那未必就是即日會說 究竟你要坐多久 但是 有些人可能會有潛途風險的 那就需要還押 那當然啦 在囚人士你還押當中 你是沒有機會見記者的嘛 好啦 由你被人抓的時候 你已經甚至乎連李隆基都聯絡不了啦 好啦 然後再即時被人還押的時候 你更加就是說 除了你的律師 和可能真的一兩個親人之外 你根本什麼人都聯絡不了 就算你有話想跟記者說 你根本都說不了 所以我是覺得 香港01可能心裡面 都有這個算盤都知道 其實黃青霞都未必有機會去進行一個回應 叫做搶先去把這個消息發出來 之前黃青霞就比較囂張 又說找律師 然後又說找范德偉律師 即是林作的御用律師 好像是事務律師來的 不知道今次事務律師有沒有用 不過其實也有用的 因為香港人你要去找大律師 其實是要透過事務律師才找到大律師的 不過就不知道究竟 還會不會是再用著 范德偉律師這些就不知道 因為暫時都沒有聽過 黃青霞是採取什麼法律行動 你可以看到 即是他原本不知道 不知他想找范德偉律師去證明什麼 但現在他自己都是黎菩薩過光的自身難保 隨時黃青霞在未來這三四年 他都沒有空 應該就是在還押、扣留、保釋 那種不同的階段 就不斷在道過 其實黃青霞這些真是自己拿來衰 明明沒有太多人去質疑他 即是說你剩下三天就已經結束了 你不高調、你不去爭威 又說什麼國務院文件 又說開飛機、又說專才的話 根本沒有那麼多事 根本就不會有人去舉報他 結果現在大家看到 原來那些謊話這樣說完 一個一個又一個的時候 好了 最後不斷被人踢爆 是惹禍上身的 我是覺得他應該是猜不到自己會去到這麼嚴重的 即是如果你知道自己這麼嚴重的話 真的寧願當初受些冤屈 不出聲 那之前呢 只是說送話那裡 已經有很多娛樂圈的人 每個人都說割謝 當然不會直接說割謝 例如馬國明都說 我不知道啊 我不上網看啊 汪阿姐又說 我不知道啊 各個修緣話都說 我不知道啊 我不熟的 十文九不知道啊 好了 到了現在 真的被人扣留的時候 就算未被任何的法官去定罪都好 當然啦 你被扣留的話 就不是說你是一個罪人 是只有法官判了 那你才是一個罪人 但是這些是說法律原則上的問題 但是在人與人之間的 在大家的形象溝通問題的時候 你不要說那些人 究竟還會不會承認和黃青霞有什麼關係 甚至乎是說 不好意思 我和李隆基都不太熟 你會不會承認和黃青霞有什麼關係 你會不會是一早知道別人的月期居留 到其時不斷被人追問的話 自己的臉都瘋了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嘗試去找李隆基 但是一定是聯絡不了的 因為這件事去到刑事的時候 萬一再亂說話的話 就不僅是說 喂 會不會人家無良軍師 又找到你的話有不妥 甚至乎就是說 會不會是妨礙司法公正呢 我們現在就是讀報紙 然後根據一些報紙和以前的資料 去進行一個推論 即是我們猜 我們猜中是我們聰明 但是李隆基作為是很有機會 知道案情內情的人的話 他就更加不可以回應 即是這個已經是法律帶給他的擋箭牌 他就可以說 因為這件事進入了程序 不回應 之前民事的時候 都已經不斷拿這些東西出來做擋箭牌 更何況刑事這些事情 總之這件事真的很令人期待 隨時就是說 香港這一段的爺孫戀 可能無疾而終 因為當一個人 真的要遭遇到一個監禁的懲罰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事情都會變得不同了 即是就算你說你愛我 但我不愛我自己 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我不想再留在香港 那我走了 這件事隨時有段時間說 因為還押完之後 不是還押 因為扣留完之後 一定開記招 可能由明天開始 又是說 每天都會弄回 李隆基、黃青霞都還沒頂 因為始終這件事是juicy 也會令人去想 究竟香港會不會有更多 這些同類型的人 會不會隨時一鋪過揭發 原來黃青霞不是一個人 可能還有其他人 這些全部不知道 總之這些花生很令人期待 我也很想看看 究竟黃青霞能否回到內地 值得令人期待 今集就短短的來到這裡 好,就這樣,拜拜!